你现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CAST内容 SHOCK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跟你适应新常态了吗 我觉得我们不如来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正在适应当中的 禁运你先说 煮饭哦 以前我是个不对人 真的以前我是一个不煮饭的人 然后买菜的话呢 我也是选最容易的煮菜方式 就是炒蒜头清炒菜这样子 那现在至少因为这个MCO到CMCO这段期间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出去外面吃你怕 然后第二你家外面很贵 所以就变成为了省钱 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公都会去 shopping mall那边 就是可能跟大家一起排队 然后先做一些消毒的动作 然后再穿下手套就是去买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反而我反而觉得我自己厨艺真的进步很多 而且我会尝试不同的 比较复杂一点点的煮饭方式 然后第二就是很坚持做运动这件事情 在家几乎一个星期四三四天都在做运动 而且一次运动大概是两个小时 这就是我所谓的新常态 而且秦云你刚才说你还吵咧 我就是最怕就是吵那种油烟味 我现在是几个一直在找那种蒸蒸蒸的食谱 你懂吗 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蒸的可以蒸的就算了 我觉得真的是吵 你到吵了过后又整身汗 然后又整身油油 自己有油油味还不用紧了 整个厨房又油油味 每炒一次我就好像很大工程的 要去麻这个麻那个 哎呦真的是Double A答案 难怪之前我在鸟市生辉的Facebook 看到那个小编 PO你的组的东西 全部都是蒸蒸蒸的啦 蒸饭啦 蒸蛋啦 蒸Hop Dog啦 蒸鱼啦 蒸鱼啦 什么都拿来蒸 两半时间确实是有在炒的 在炒的 我都不炒了 干脆不要炒了 很麻烦啊 它占用我太多的时间了 它是配料 配料的部分 配料部分就可能需要一个40分钟 对 对 像我的情况比较特别 因为我家没有火炉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用电饭锅 就是所谓的气压锅在煮 而且我只有一个气压锅 所以我煮饭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哦 诶煮完还好我的部分 还好我的部分 因为我的部分基本上 就真的是会比较变成疑神疑鬼咯 讲真的 像比如说我昨天 只是去公园 打算散一下步这样子 哇 我想上头乌酒 我还有乌酒给男人 就是有 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可能是有蓝人 我们还要摇一下 接下来讲 你的卫生意识提高咯 对 对 好精致这样讲 就是后来我变成出去的时候 看到一些 比如说一些旁边经贵一些人 他有没有病毒 他会不会有有新冠肺炎 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出去 基本上都一定会有戴口罩 我一上车的话 一上到车上 我马上就会拿去手艺来洗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一直会从MCO开始 都一直会在做这样的事情 到现在我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口罩一秒 觉得我很狂的我要买口罩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基本身在过这个MCO跟CMCO的一些改变 建伟呢 当然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 它变成你看到以前我们的手 拿几十样东西都不用紧的 拿了过又拿这个吃拿那个吃 或者是东西掉在桌子上 你就呼呼然后就拿来吃了 现在完全不敢做这件事情 现在极懒惰的话 你还是会爬到去后面 然后洗个手 而且以前洗手怎么洗 这些洗清水就算了两下这样 对对对 现在你完全就是整个戳戳戳 整个那个什么洗手歌 整个都要唱出来了 那种还要唱两首日歌 对还要唱两首日歌那种 这边戳那边戳 这边爬那边爬一下这样 完全我真的觉得很不一样了 然后一生一鬼 那个我也是赞同家俊说的 因为你真的是现在每一次一回来 你就想到以前你看几类都好 直接这样躺在你的沙发 躺在你的床上 现在一回来就直接想不可以不可以 整个好像那种人家要进手术房之前 你懂吗 你知道你就这样一开完门过去 就整个就这样不能碰出其他东西 赶快冲去厕所里面 然后快点冲 然后那衣服就要用两只手指这样快拿 然后快丢去那个洗衣机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的洗衣机正频密的在操作了 因为你那些衣服就觉得它是wires 你又不可能堆在那边了 你好像变成一出去一下子就要洗 但是就两件两件三件两件 这样就真的是整个很烦真的很烦 而且会很烦 对 你现在可能一个星期就出一下shopping mall 走一圈回来 你买东西也爽 可是现在出去就觉得快点回家 快点回家 然后就在座位 我现在赶快想回家 这样子 我现在基本上过去 就是之前MTO开始 我基本上出门都没有出超过五次 就是觉得有时你出去就觉得很新鲜的感觉 好像是刚刚来到地球 好像是外星人这样的感觉 就是会很少吃嘛 你的生活的那个范围就是你的家咯 就楼上楼下走上走下房间睡觉起来 就是在家在家在家就是在家了 当然我觉得说这个MCO 不是MCO 应该说这个疫情呢 它确实催生了很多的东西 首先我先要说第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啦 但是没有办法 像刚刚家俊有提到 会开始疑神疑鬼 比如说我们今天进一个NIFT的时候啦 OK 我们可能里面还有别人 人家可能稍微一下不了 你整个就会觉得 你整个就会觉得 什么事情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惨了惨了惨了它是什么事情 当然其实是不好的 我们不应该这样 因为你看到现在它就会变成 人与人之间开始有更多的猜疑 然后人与人之间开始有更多的距离感了 你看到有一个你马上就 哇快躲啊快跑啊这样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 真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有那种长期性在习惯性咳嗽的 可是我是没有病了 只是纯粹就是可能习惯了 就会叹咳咳咳咳咳这样子 但是有一次我在搭那个电梯的时候 我就只是这样咳咳一下 那些人虽然讲说好像装作若无奇事这样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脚 再慢慢的小碎步 再慢慢的离开你的范围 这就觉得有点 但是你想OK啦就可以了解啦 就是变成所谓的带有那个歧视的那个眼光 对有色的眼光开始越来越重了 再来当然我觉得这个疫情之后 大家开始会催生更多的宅男宅女出现 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惨惰 不敢出去 甚至是觉得说好像 这些家都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比如说现在我要吃东西我可以叫外卖 OK 买新鲜的食物基本上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online order他送到你家 如下的家 你家不同 买蜜瓜还有黄梨啊 对 对 然后你也可以 就是那些太方便了 你买个四发水 冲凉的洗澡的那些shower gel 甚至是那种小小的东西 基本上你去上网 click click back in一下 他就寄过来了 甚至你看像我跟金玉多在做了运动 你看我们都可以在家里面运动了 就要yoga也好 你要跳body compact什么的 只要在你家客厅开着电视机 你就可以跟着做了 根本已经不需要讲所谓的出去外面 OK 如果你讲你要跑步了好不好 你也可以在你家自己客厅那边这样 一个圈一个圈这样跑也可以 所以就变成那个宅男宅女的现象会更多 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 诞生人也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不能出去外面见对象是吗 对啊对啊 然后你只可以网恋吗 难道只可以网恋吗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会催生很多东西 你看啊 除了单身越来越多 我发现他想说可能以后出轨啊 出轨越来越变越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家不敢去约炮了吗 因为你不懂对方有没有病耶 你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罗志祥还有趣啊 因为台湾的疫情还不错嘛 就控制到还很好啊 对啊 因为我跟他说 对啊 我跟你讲 因为那时候我在做这一题的时候 我就想 诗诺他会催生什么东西 我就想诗诺出轨会越变越少 因为你真的不敢越炮了 然后你现在开始 他比那个所谓的艾滋病更恐怖啊 你会不懂说 对方可能是无症状怎么好怎么办呢 然后我去kiss他 我就这样被传染到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透过所谓的飞沫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请问 请问为什么你讲到 为什么你讲到单身的人 会越越多 你的那个表情很开心的 就 你很变得多 哈哈哈 你加入我的行业行列啊 我就感觉到我的国土会越来越强大 甚至我在想 甚至我在想 可能人也不敢爱爱了吧 就是因为像我讲的 你已经不敢太多的那个身体接触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敢 就算是你最亲密的人都好 你都会开始怀疑他吧 对不对 你在外面工作 然后你外面打算接触过谁 还是怎么样 我不懂他经营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可能你会觉得 现在不是一个适合怀孕的时期吧 对 因为孕妇的情况你会担心影响到宝宝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一个证据证明说 他会不会通过在孕期的时候传染啊 之类这样 他还没有一个新的证据出来 并且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顾虑我觉得 那当然如果在公司做账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 就是暂时来讲 现在我们不可能 副 team的去上班 因为我们一定会变成轮流制什么分 分AB team嘛 就是因为还是要尽量的 不要让整个公司就是人满为患的 那一个现象 当然刚才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它更吹声的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everything go online 因为最近我看到比如说像Mata fair 那种什么career fair 还是什么education fair 全部都是上网去做 所以你看当这种东西 什么东西都上网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这样 这为什么我要出门 我还有出门的必要吗 没有了啊 我现在只要click click OK 手指尖 手中一种 手中一种click click 我什么都有了 所以我为什么还有 而且很多那种课程 你看 先上什么样的课程都好 什么不管是运动的课程也好 什么基地课程啊 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go online了 而且加上说那个go online的话 你的那个成本费用又低了 对吗 因为你不用住个场地啊 等等等等 需要旅程飞 对对对 我觉得最夸张的 我看到的 就是网上婚礼一件事情 最近马来西亚开始要红起来了 真的真的真的 我知道 那个 我有看到 在什么去浸查 对这件事 是哦是哦真的 就蛤 我有点 什么东西真的是go online 连到婚礼你都可以go online 因为大家都是你知道去到婚礼现场 你给人家手握手 恭喜你 你才有那个温度嘛 然后就透过镜头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 可能是我还没有完全能够吃 应这样的心肠 不太辣 没必 而且现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个 好像你刚才讲 温度我觉得也少了很多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诈骗案越来越多 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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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网络诈骗案 因为可能是户不对版的情况 或者是像是之前发生过的口罩的 买卖的诈骗案 可能是在买东西诈骗的诈骗案 因为你有办法看到实货 所以实货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变成可能会有很多的诈骗案件 口罩啊 口罩啊 口罩骗案就骗了很多钱啊 对对对对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所谓的会催生的就是现在我们大家 人手就一定不可缺少的两种东西就是口罩还有那个洗手液 以前根本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口罩哦 以前只会在所谓的那个 因为埋队才会看到的心理 现在是长年你都要戴着口罩了 我觉得就人与人间好像少了那个笑容啊 明白吗 因为你在这种桌子 你根本看不到人跟人之间那个 那个facial expression啊 开始变成越来越陌生 等一下你要笑的时候你要很用力 因为你现在只是看到眼睛有没有 对 你不看到你的眼睛 大眼就挤一挤你的脸口 这样学会用眼睛来笑了你懂吗 对对对对 用眼睛来说话现在 真的 所以不知道小鸟们本身在这个NCO几个月的下来 你本身有什么样的新常态 或者是你适应的新常态吗 或者是你没有适应的新常态 有哪一些 所以你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跟我们分享 那跟大家进行一下我们的官方脸书 就是facebook.com slashagreeornot003 这一块啦 是的 我相信呢 一讲到要分享这个所谓的你识不信心常态呢 一定会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东西要分享 所以我们都欢迎你们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自己切身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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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嘛 OK 那我们希望有看到更多可能一个更奇怪的一些一些东西会在这个所谓的新常态下发生 当然来到了这一个环节 它也又是我这一个二选一的环节啦 又要苦恼了 马上来进行 喂 选嘞 怎么办呢 这个好吗 嗯 嗯 不好 哎呦 怎么办呢 够力了够力了 不懂 怎么办 怎么办 喂 选嘞 哈啰 你好 我是建伟 我是你 我不要选 你好 我是家军 你不要选也还是要选的啦 跟AZO 都讲新常态新常态的嘛 来两位搭档马上问题来的就是 现在这个新常态了 你依然还是会坚持出门还是everything go online 你真的是很讨厌 对 就是这么讨厌 可以两个选一个没有的中间 我会 从现在的情况我会选择everything go online 我会选择everything go online也是 好 另外一个出门啊 现在出门也没有用心卖了 有 其实有很多东西的 有的啊 比如说比较麻烦 比如说我的个人经验呢 然后我那天去一个mall吧哦 从我踏入大门开始就要scan就要写 然后等到进到不同的店哦 有些是他们可以直接就是一个code用完所有的地方 但有的又讲说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大门归大门 你进来我的店我依然还要你填 你就觉得好麻烦呢 去一个地方你要嘛就scan要嘛 又写要嘛又等下又这个又那个 你会真的觉得说算了我还是待在家算了不要出去 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哦 大家去吃在mall里面吃那个k牌子的那个炸鸡店 那个快银产店 他们做到哦就是有要social distance啊 要那个是长距离 所以他们做到很像考试这样那个照片呢 是看到我爆笑的很久 很可爱的那个照片 而且我有朋友就是去S字头的一些寿司店也是 好像每一个寿司店都是S开始了 对吧 就是出去开始了 S跟Zack OK S跟Zack 他们就是桌子跟桌子的距离真的很远 你会觉得其实他们可能做生意上面 还没办法同一时间赚很多人的钱 而且很特别的东西是以前我们都有menu嘛 对不对 现在menu都是用barcode来scan的 然后我们吃东西上面可能以前会自己 自己的那种sell service拿那些 所谓的wasabi啊 酱油啊 有甜价 不过现在呢都必须要通过这个服务生 把我们拿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常态了 我觉得大家现在必须要习惯这件事情 真的 所以你看可能刚刚我们提到种种这些 就是让你觉得我还是不要出门 还是everything go online 比较好了哈 好另外一个你们会比较想要work from home 还是在office做工 现在单纯会from home啊 对啊 我跟你讲那天我回公司呢 真的是 怎么说 因为你们两个还没回嘛 对 你知道去一个live哦 他就叫你拿一张地数 拿出来 按那个键 按那个键 把地数丢掉 你进去live里面还要拿那个地数 再按那个键 再丢掉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呢 你可能还要就是 顾虑一下那个 那个门把有没有细菌 还是病毒之类的 你进去了之后 你去里面还要就是 重新的就是消毒一点 你桌子上面的东西之后 开始工作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 又要拿地数按那个那个案件 这样子 就是整个过程就是说 就变成你必须要特别早来 因为你必须要花一个十多分钟的时间 去处理这种 所所随随要消毒的那个过程 当然给我 我当然是选择过from home 因为我现在我可以迟行 所以我又不需要开车 我不需要花时间再开车 然后我又不需要 去做一些消毒的工作 因为我家里面可能就是 病毒本来就是比较少 那我就是prefer for trouble 那你们会选择天天上班 还是轮流上班 轮流上班 家俊应该也是轮流上班吧 看你这样懒 我没有耶 其实最近我 其实开COD很想念 大家一起上班的感觉 因为现在就是你知道 我们已经几个月在家上班 变成说跟同事差不多 应该也好差不多几个月没有见面了 而且有时一起在一起打倒闹闹 开玩笑也蛮开心的 这样子 所以当下现在问我的话 应该选一体上班吧 如果撇除掉疫情的关系的话 OK 那会选口罩还是消毒液呢 二选一哦 口罩 我知道 因为我的手比较多 我的手很喜欢去碰脸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口罩可以挡住我 那个会受到感染的部分 所以我会选择口罩 那你们两个会选择群聚 还是online 就是online聚会呢 比如说 Zoom啊 VChat啊 WhatsApp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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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啦 就是我一个星期不懂做几次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你知道就是跟朋友 跟朋友就是有一些聚会这样子 就是可能大家开一个像运动 我们为了互相独促对方运动 就会开某某的APP 就是大家一起运动 然后可能就是要聊一些 互服品的东西 我们也在 我也去开一个group chat 这样子在那边空聊天 而且还聊到半夜 但是如果给你们选的话 你们会比较prefer 就是所谓的outside群聚 还是直接就是这种 go online的群聚 outside群聚 不知道在疫情当下还是 不是在疫情当下 其实都是疫情当下啦 都一心常态 我们讲心常态当下啊 心常态当下当然 因为good chat 我觉得也少 也是没有所谓的没有温度 因为大家还是那个熟悉的脸孔 只是本来我们讲话就不会碰对方 我觉得啦 我自己本身是本来就不太会碰对方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两位啊 其实我们现在的选项都是在新常态之下 那新常态之下 你会选择judi judi Malaysia 还是judi judi overseas 不要judi judi 不要judi judi 你以为我怕 一定要选 那我去我家楼下这样转一圈 算judi judi overseas 也可以 那个叫judi judi我们五个人员 我就去家里面 就是加速进那边走一走一天 就算是judi judi Malaysia 如果新常态底下的话 我会选择去国外 但是是选一些比较安全的国家 台湾吗 比如说台湾 这很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那边很安全 他们确诊病例的确很低 是 那在这个新常态下 你们依然还会照常生活 还是谨慎生活 所以这个照常生活 就是不理来 还是跟你以前一样戴什么口罩 反正政府都只是鼓励 他没有强制我们戴嘛 对不对 当然是谨慎啊 怕死嘛 对 谨慎生活 在这个新常态下 你还会坚持自己煮 还是外卖比较多哦 自己煮 自己煮 好 那最后一个新常态下 你会堂食还是回家吃 回家吃 我其实想选堂食 就可是约的朋友不会很多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 那不知道呢 我们说的小鸟们在听着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像刚刚我 这两位搭档这样 就是好难选择要这样 但是没有办法 还是那一句 因为现在新常态的情况下 真的是 不由我们来做出任何的选择 有时候可能我们不必 真的只有一个选择而已哦 所以呢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已经是新常态了 而且这个新常态 语文 yeah you know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新常态呢 它可能会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只要一天 疫苗还没有出现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 可能是必须要 像刚刚监狱说的 那我们还是要谨慎的过生活 所以呢 希望说大家真的是 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尽快的去适应它咯 我觉得可能趁这段时间 好好让自己增值吧 比如说可能你看看一下什么事情是 除了自己现在工作范围以外的 可能你可以开发一些新的技能 比如说煮饭啊 可能玩一些乐器啊 或者是可能做一些运动 你突然觉得自己会跳舞 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让我们反思我们平时的习惯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可能趁这个时段 反正这个时间很长嘛 那可能你可以看看自己可不可以 就是养好一个很好的习惯 对那那其实你不懂多长时间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的话 那就是可以听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个节目 我们上个节目的链接也会在我们的Face page那边找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说小鸟们能够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这个是比任何东西都要来的更加重要的 记得一样的在家没事干的话 每逢星期三留守我们官方脸书 记得我们官方脸书那边你要去点击Seaverse 所以每一次我们的音档出来的时候 你们都会第一时间收到 所以我们就下个星期三 再跟你一起聊三聊四 鸟是生飞 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